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香港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维园年宵、花灯下的新春祈愿 二、望角夜市、霓虹灯下的街头戏剧 三、走读蓝屋、历史建筑里的文化对话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维园年宵、花灯下的新春祈愿 各位亲爱的学生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古老又现代 充满色彩与活力的话题,维园年宵 这个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新春市集 它不仅仅是一个市集 更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现象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年宵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 当时的人们在农历新年前夕会集结在一起 交换商品,准备节日所需 这个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 演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现的年宵市集 不仅仅是购物的场所 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交的聚集地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代的维园年宵 这里,你可以看到五光十色的花灯 它们不仅照亮了夜空 也照亮了人们的心 花灯下,你会发现一个个摊位 出售各式各样的商品 从传统的糖果,玩具到现代的电子产品 应有尽有,犹如一个迷你版的消费天堂 但维园年宵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那些富有创意的摊位和游戏 这里,你可以看到 人们在试试手气 投掷飞镖或是捞金鱼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好运连连 而摊位老板们 他们的吆喝声中 总带着一丝幽默与机智 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当然,维园年宵 年宵不仅仅是娱乐和购物的地方 它还是一个祈愿的场所 在这里,你会看到许多人在花灯下许愿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安、健康、幸福 这个仪式 无论是对于信仰传统的长者 还是对于追求时尚的年轻人 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维园年宵还是一个展示香港独特文化的窗口 这里,你可以感受到 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以及这个城市独有的活力与包容性 总之,维园年宵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社会缩影 它不仅仅展示了香港的商业繁荣 更展示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 和人民的生活情趣 所以,下次当你在花灯下许愿时 不妨也祈求一下 希望这个传统能够得以传承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并体验这份独特的新春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望角夜市 霓虹灯下的街头戏剧 望角 这个香港的繁华地带 是一个博夜城 一个充满活力与对比的都市缩影 当夜幕低垂 霓虹灯如同城市的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照亮了这个熄来攘往的时机 在这里 每一盏霓虹灯下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条街道都是一出戏 想象一下 你走在望角的街头 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织 广东话 普通话 英语 甚至偶尔夹杂着日语和韩语 这里的霓虹灯 不仅仅是照明用具 它们是望角的灵魂 是这个地方的语言 无声却强烈地传达着信息 走过一家卖着各式各样 手机配件的小店 霓虹灯闪烁着最新科技四个字 仿佛在说 来吧 来看看这个世界的新奇物品 转角处 一家小吃店的霓虹灯 写着热辣辣鱼蛋 那是对饥饿游客的诱惑 也是对本地人的一种慰藉 但望角的霓虹灯下 不仅仅有商业的喧嚣 还有街头的戏剧 这里的每个角落 都可能上演一场即兴剧 比如 一位街头艺人 唱着情歌 观众们或是驻足聆听 或是匆匆投下零钱 继续他们的夜游 不远处 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街舞表演 霓虹灯下的舞者 如同电影中的主角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节奏 旁观者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成为了这场街头戏剧的背景音乐 当然 望角的夜市 也少不了那些小贩们的吆喝声 他们的摊位前 总是摆着五颜六色的商品 从流行的服饰 到奇特的小玩意 应有尽有 霓虹灯下 他们像是古代世纪的叫卖者 用着现代的嗓音 演绎着一场场买卖的戏码 在望角 每个人都可以是戏剧的主角 每个瞬间都可能成为永恒 霓虹灯下的望角夜市 是一个充满活力 情感和故事的舞台 这里的戏剧 从不需要剧本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编剧 而当你漫步于此 你也成为了这场街头戏剧的一部分 你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惊讶的表情 都是这个夜市不可或缺的一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走读蓝屋 历史建筑里的文化对话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一场 穿越时空的对话 而我们的舞台 就是那座 微微壮观的蓝屋 不要小看这座 位于香港的历史建筑 它可是一位时光的说书人 悄悄地在繁忙的城市角落里 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点基本知识 蓝屋 这名字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某种颜色的专卖店 但实际上 它是一栋建于1920年代的堂楼 外墙被刷上一层鲜亮的蓝色 因此得名 这座建筑 不仅是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 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文化中心 现在 让我们穿上想象的时光斗篷 回到那个没有智能手机 没有网络 但有着浓厚社区氛围的年代 蓝屋原本是一所医院 后来变成了住宅 见证了香港从渔村转型为国际大都会的过程 想想看 如果这些墙壁会说话 他们会告诉我们多少关于居民的日常生活 社区的变迁 以及城市的发展故事呢 蓝屋的魅力 不仅在于他的历史 还在于他如何与现代社会对话 这里不是一个冰冷的博物馆 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场所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手工艺工作坊 音乐会 甚至是社区市集 这就像是老祖宗在跟我们说 孩子 历史不是用来睡觉的 是用来跳舞的 而且 你知道吗 蓝屋里还住着一些隐形的居民 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的回忆和故事 这些故事 就像是一道道时光的佳肴 等着我们去细细品尝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蓝屋 不妨放慢脚步 听听那些古老的木楼梯 嘎吱作响的声音 那可能是历史在给你打招呼呢 想象一下 你正与过去的居民 在楼梯间擦肩而过 或者在旧式的阳台上 与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士 点头微笑 这不仅仅是一场历史的导览 这是一场时空交错的文化盛宴 最后 别忘了 蓝屋不只是蓝色的 它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历史宝盒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所以 穿好你的探险鞋 戴上你的好奇心 让我们一起去走读蓝屋 与历史建筑里的文化对话吧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聊了三个话题 分别是维园年宵 望角夜市和蓝屋 这些地方 都是香港的文化宝藏 每一个都有着自己 独特的魅力和故事 维园年宵 是一个充满色彩和活力的新春市集 它不仅是一个购物的场所 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交的聚集地 在花灯下 你可以感受到香港的商业繁荣 和人民的生活情趣 还可以许下自己的新年祈愿 望角夜市 则是一个霓虹灯下的街头戏剧 这里的霓虹灯 不仅是照明用具 更是望角的灵魂和语言 无声却强烈地传达着信息 在这个熄来攘往的世纪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戏剧的主角 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成为永恒 而蓝屋则是一个 讲述过去故事的时光说书人 他见证了香港的变迁和发展 同时也与现代社会 进行着文化对话 在蓝屋 你可以聆听到 过去居民的回忆和故事 感受到历史和现代的交错 维园年宵 望角夜市和蓝屋 这些地方都是香港的文化瑰宝 他们展示了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活力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宝藏 去体验和探索 让这些文化传承下去 最后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历或故事 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